還可以用很多方式記低 相片就是其中一種 而外攝影的Edward 在天星小輪上留下過無數足印 為天星的每時每物拍下了很多畫面 自己當時要拍照 很想拍一輯就是由衝划上船 一直打船去沾沙咀整個過程 前年開始拍兩段 你一直拍幾次合在一起 但是到後來去年年中 開始知道天星馬和他插的時候 那個感覺就不同了 那個感覺覺得每一分秒都好像是 會不見了 而且好像和他拍攝圍照的感覺 會特別留意他更加多的細節 而且天星小輪他本身很上鏡 很多細節位好像椅子 那些天花的椅子 地下的花繩 每一個細節都很上鏡很漂亮 就是這份意外 令到Edward在中環碼頭的最後一天 特別請假去碼頭 找這棟歷史建築留影 我們爸爸媽媽那個時代的碼頭 就已經是這個碼頭 我們都是這個碼頭 那碼頭是我們和我們上一輩人之間 一起擁有的和一樣東西 所以當他知道碼頭要拆的時候 真的很不捨得 為了配合城市規劃 和中區填海工程 政府在1999年提出 搬遷中環天星碼頭 直至2006年 政府正式宣布 搬遷中環天星碼頭 舊有個碼頭 中樓將會被拆成 2006年 接著 坐著